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瑞士手沖的更換電池的一個方法 首先就是我們打開瑞士手沖 把這個支架的部分拉到最高的位置 拉到最高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的電子秤是可以去旋轉90度角 當旋轉到90度角的時候 你把它再輕輕地往前推到最前面 這個時候在不解開任何一顆螺絲的情況之下 您就可以取出電子秤 那電子秤在一般我們不使用瑞士手沖的條件之下 事實上它也是可以單獨做一個單一電子秤的一個使用 那有利於說我們如果是需要做一個水分筆的沖咖啡的沖反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要安裝回去的時候呢 事實上剛好跟剛剛的步驟是 是板過來做的 我們一樣是把這個手沖架的部分呢 先把它立到最高位置 然後它在左右邊各有一個連接桿 我們把它示範在連接桿的位置裡面 直翻到連接桿的位置你會發現說它的底部是在貼平的狀態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電子秤轉90度角 放回這個手沖盒裡面 它就可以正常使用 它是可以在不使用任何一顆螺絲固定的情況下完成一個拆裝的工作 就這麼的簡單 好看 好看 好看